大家好 我是乐浪新 来到 从宁价来到永晋之后呢 过来都有差不多半个多月了 之前因为 一直忙着很多事情所以一直都 没怎么洗过澡嘛 整个身体都很脏很脏 但 大家也知道大西北洗澡的话 他 我自己 住的那个地方又没地方可以洗澡 所以 今天就出来找一下 因为 西北地区的话其实是有澡堂 就是 邻狱间 公共邻狱间 公共设施的 然后今天去 作为一个广东来到大西北 甘肃 永振 这西北地区的一个南方人 今天就去北方的澡堂那边 体验一下 洗洗白白 看地图 是这里了 是 来到市区 是 那个 邻狱间是在这里附近的 我看到了 是这间了 是这间了 这是 西北地区的一个 邻狱间 空间还是蛮大的 有一个水系 然后这个上面呢就是放那个衣服 还有拖鞋 然后这里两包的一个是 洗发露一个沐浴露一个 手巾 这两包洗发露啊沐浴露是一块钱 然后毛巾的话两块钱 基本上都 都可以了 所以这个意思了 看看自己 好久没有洗澡了 头发脏 衣服脏 甚至也脏 得好好洗一下 洗完澡出来了 啊 感觉整个人都活过来 然后 用风筒吹一下头 这边还是挺方便的 洗澡的话 10块钱 就 黄金还挺好 挺湿的 洗的挺舒服的 这里有 很多一间间的单间 然后洗完澡还有风筒可以吹 洗洗完头 吹干 然后说了头了 现在 就 干净很多 干净很多 好了 刚刚从淋浴间那边 洗完澡 出来了 给我感觉的话 其实 跟我印象中不一样嘛 因为我印象中那个北方的淋浴 澡堂都是 一大堆人 在里面光着膀子 就 然后就这样洗 我是 作为一个南方人是很难接受的 但是 事实上是里面 西北这边的澡堂都是有单间的 而且 也不贵 才10块钱 就可以洗一次澡了 其实北方 澡堂是 比较普遍 相对于南方来说 我以前不 就不明白为什么北方有那么多公共澡堂 因为在我们南方那边想洗澡就回家洗嘛 但 在北方 在北方这里的话 在北方这里的话 因为 一到冬天 就很寒冷 有些地方因为水会冻住 特别是冬村 郊区这些地方没有那个 暖 就是水管护理的 所以洗澡是比较困难 所以一般来说 很多人 北方的很多人来到 想洗澡的话 都是去那些公共的一些澡堂那边去 梳洗的 然后今天作为一个南方人也 体验一下 感觉 还是 挺自在 挺方便的 一点都不比自己家里面差 隔了那么久 终于 洗了一次澡 感觉就好像整个人都 重生了一遍 就是 本来身上有很多脏的东西 就 闷着闷着很不舒服 但是 现在的话全部都洗干净了 很轻松了 整个人轻松 轻松又精神了很多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